这个由剑开始的故事 也必将用剑来终结 而朕统六国驻长城一阵 九州龙脉 寿命于天 既寿永昌 而此刻在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华夏战魂 直冲云霄 就在刚刚 阿努比斯和冥王哈迪斯 不顾众神脸面 竟然强行入场 一世间大量的木乃伊和冥界魔物 蜂拥而出 见此一幕 时皇帝冷笑不已 你们对朕还真是一无所知 我大秦将士何在 速速醒来 只此一生 封存了千年的兵马俑 突然复活重生 此时的场面异常安静 甚至都能听到观众的呼吸声 而随着女武神的一滴冷汗流下 双方突然动了起来 只在瞬间 这大秦士兵和众神魔物 直接交战在了一起 这寒沙声震而欲聋 纵横八剑灵 也和八大妖王打得如火如荼 可就在这时 须左之男突然动了起来 他竟凭借种族天赋 听声便位 而手中的十拳剑 也已经换成了天聪云剑 所到之处 大秦士兵纷纷倒下 他身后八旗大蛇脱离本体 一时间横冲直撞 可就在这时 史皇帝身后的祖龙真身 突然说道 陪我玩了那么久 你可以消失了 话音刚落 平坦的地面上 突然升起四个通天柱 在场上的众神中 只有宙斯十得此物 这正是华夏的四圣图腾 而下一秒 四大圣兽突然出现 直接扑向八旗大蛇 也可怜着岛国第一魔物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直接扑倒在地 不仅如此 他更是被直接分食 而由于朱雀的火焰太过炙热 在八旗大蛇的残骸上 就发出了阵阵铁板烧的味道 场上的观众也只恨自己 为何不带把调料 而这一幕太过突然 虚左之男竟错愕了一秒钟 可也就是这一秒 杀神白旗突然出现 他手持死神镰刀 手起刀落 竟然不带一丝的血 随着虚左之男的人头落下 他也只是淡淡说到 一百万零一 而阿努比斯见此一幕 已经知道大事不妙 他立刻调集全部的死神之力 意图压制场上的局势 而就在大秦士兵寸步难行之际 始皇帝终于决定 亮出自己的女武神 幻化无期 只见他慢慢摘下眼罩 露出了自己的右眼 众人见后大惊失色 这千古一帝竟然是双统 而属于他的女武神 竟然有两位 分别是戴王冠的女战士 米斯特和战争女神 此刻加里德 而此刻他们都藏于 始皇帝的双统之内 同一时间 始皇帝的身后 同时出现二十二种异活 相传 当二十二种异活 全部融合在双统之内时 便会诞生最强异活 华夏帝岩 可这融合却需要一些时间 而此时 冥王哈蒂斯注意到了 嬴政的动作 他竟趁乱 只取始皇帝 可就在他即将得手之时 始皇帝面前 神禀天将 五个声音同时响起 羞伤勿主 臣蒙田 王俭等前来护驾 蒙田手持盾牌 逼退哈迪斯 这时 始皇帝的华夏帝岩 也终于蓄力完成 当他再次睁开右眼之时 可怕的热浪 瞬间蔓延 而这竞技场 都被一为平敌 阿努比斯 哈迪斯和众魔物 早已烟消云散 这就是千古一帝 真正的实力 可随后 始皇帝却无比的虚弱 趁此见细 宙斯竟示意雷神 素尔斩杀影证 不错 此人心腹大患 绝不能留 眼见这雷神锤 即将落下 一个黑影 用自己的身体 扛下了这一击 并且闻丝未动 而这黑影 也开口说道 众神法度肮脏不堪 今天就让你们 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 斗战圣佛